火烧猪 云南大理白族招待客人的最高领域 大理生皮 兄弟们 一定要尊重地方饮食文化 一定要尊重地方饮食文化 回到一个小时之前 带大家看一下黑暗料理之王 大理生皮是怎么烧出来的 这里是云南大理 湾桥镇 今天咱哪一个320斤大猪做大理生皮 放完水的大猪 不开膛 不破肚 不取肋脏 直接开烧 开始点火 稻草 烧猪 猪大哥这一生不容易啊 现在是凌晨5点 经过多少轮的稻草烧制 这火猪大哥变得雀黑 师傅 烧这个猪一般人干不来啊 是的 这个是精细的 不会烧的会烧糊了哈 现在是去黑 等一下就金黄色的了 刚才雀黑的猪 现在变得金黄 哇 这颜色是真的好看 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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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才放的猪血 这个猪血才是无添加啊 这是刚才放的猪血 这个猪血才是无添加啊 从天黑烧到天亮 很多白族饭店啊 会在村里把生皮烧好 拿到盟店去售卖 今天这家 湾桥 杨师傅也是烧生皮的一等一高手 我拿刀子给你搁一块尝尝 这就是特色的 直接就可以吃了 直接吃到腾 百分之百的 八成熟就是百分之百的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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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够了 来一点点就好了 你不要急嘛 你不要紧了 来你们品尝一下 好 相当的正宗 来来来 兄弟们 你们先吃 还是兄弟们先吃 上车 这要拉过去检验检疫 嗯 这边就一小吃吃 烧好的猪送到盟店之前 会送去检验检疫 所以吃起来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马上就是火把劫了啊 大理的白族家家吃生皮 兄弟们 今天我们要不要搞一个狠的 生吃猪肝 切好的生皮 开始摆盘 这盘多少钱 六十 六十 对 除了生皮还有啥 猪肋多 青红嘴 还有猪眼 还有猪香蟹 这一盘 六十 是我们白族的生皮 一定要配上我们的这个灵魂蘸水 这么多种辣椒 对 灵魂蘸水 是的 这是花椒 花椒 对 还有啥 葱 香菜 这个蘸什么都好吃啊 对 这个就是 吃大理生皮的蘸水 第二次吃大理生皮 这次更生猛 还有这个生猪肝 哎呀 我们 再来尝一下 今天是看到完整的烧制流程了啊 先不蘸蘸水 挺有嚼劲的啊 我们还是蘸蘸水吧 这家店啊 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本地客人 外地来吃这个 这个还是相对少一点 哦 蘸了蘸水 好吃多了啊 这是三杏肉 七八成熟吧 第二次吃就没那么排斥了啊 这个肉还挺湿湿的啊 这里头是 还有椒盐 还有葱 这个是拱嘴 蘸一下这个椒盐 放下咸肉 centro下咸肉 不要乱要 Auto 不相信 然后 我们 我要去快弄 其实是 咸肉 因为 讲真的 真的吃不出猪的搔心味 这个猪皮不蘸的话 会有一点点猪大哥的体味 肉 没有搔心味 大家伙期待什么 猪肝是吧 之前我讲过 生吃猪肝是我的底线 这个你们先来吧 还有点点血腥的味道 来了就得尝试 皱着眉头吃 蘸一下蘸一下蘸一下 这个一定要蘸一下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生吃猪肝的人 好滑哦 能吃到爆炒猪肝没炒熟的这个味道 兄弟们 都在这碗酒里的 再看一看 干了 这个火烧肉是真的真的真的香 只有七分熟 兄弟们今天我们在云南 德宏州银江县 带大家伙看一个不一样的火烧猪 歹味火烧猪 据说这个也是当地歹毒人 过节办喜事 必不可少的头盗硬菜 那个香菜 还有免头叶 现在要慢慢的工烤 达到它那个肉质油分熟 跟海南烤煮猪相比 云江这个火烧猪 除了是烤七分熟 再有一个就是它是全程明火大火 一会儿是浇到烤猪上是吧 对浇到烤猪上 这个烤法啊 看似很黑啊 大哥都笑了 这样烤黑不黑啊 黑的 滚烫的二师兄裹上一层 草木灰 生猪都是白皮的 烧的时候都是黑皮的 洗的时候都是金黄色皮的 对 来第二遍 第二遍 白皮的就刷成开皮 洗掉 工序真的是多 再看看颜色的变化 洗掉 再上炉烤吧 对 还要上炉烤 要把它那个周围的水分把它烤干 洗好了之后 兄弟们 炒木灰这东西啊 是不脏的啊 看似黑暗 其实也很黑暗 洗完以后就是金黄色的 再把肚子里的 香料掏出来 应该是再次上炉烤制 已经记不清是在云南吃的第几顿火烧肉了啊 今天这顿有点丰盛 银浆火烧肉 然后这个是 歹味药膳精 这里是药膳 激动菌 炒粉菌 然后挑战一下竹虫 喝的是 歹足 茅台 歹毛 人生苦短 把酒倒满 哎呀这酒度数还挺高的啊 然后这个烧肉 明显比之前的 宝山吃的又更熟了一点 蘸一下蘸水 这个是歹味蘸水 说是七成熟 吃起来基本上 我感觉没有生的感觉啊 再蘸一下 吃火烧肉我们也吃出经验来了啊 蘸水是灵魂 再来尝尝这个蘸水 哦 这里头有芥末 来来来 之前一直有朋友讲 吃火烧肉 要配这边的小锅酒 干一个 激动 我们这两天没有去山上采菌子啊 但是我们顿顿 离不开菌子啊 头两天有一个热书 绿化袋里头采流干菌 就是这个银江县啊 这个是粉菌 云南的食材是蒸的多 哎呀这个你们敢吃吗 是挺香的啊 这也香 嘎嘣脆 特别香 来 再碰一个 他们说最近这个雨季啊 很少有当地民族的人结婚 等雨季过了 这边歹族的朋友们 紧迫族的朋友们 利宿族的朋友们 喊我来吃喜酒好不好 干杯 啊 最后 再来一碗鸡汤 云南得常来啊 真的是 各种没见过的美食 大家好 我是麦董 今天我在福山啊 城脉福山 福山是个好地方啊 这里有福城 还有远近闻名的福山咖啡 这会儿我们去吃一家 林高仁在福山做的烤乳猪 带你去看一下烤乳猪 整个的制作流程啊 好 刚才那个是你父亲啊 那是我父亲 帅哥 就整个海南岛所有城市的烤乳猪 你觉得哪个地方最强 肯定是我们林高了啦 高烤乳猪 刚才你父亲讲四根就是东方的是要小一点是吧 嗯 东方巴说那边少一点 小 粗小 大概两千 两千三千这样子 你吃过东方烤乳猪吗 吃过 跟这个你们的烤乳猪比怎么样 得的不好吃 因为在小了 就像我们那样二十多千的就好一点了 可能是地方人口味问题是吧 对对 很多人给我推荐东方烤乳猪 嗯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林高烤乳猪啊 这个具体要烤多久了呀 是十分钟到五十分钟 这里面猪继续在烤啊 我们在门口的吊床上躺躺 哎呀 这个小日子舒服的 看着鹅 鹅 鹅下蛋了 鹅下蛋了啊 哎呀好想搞一只鹅吃吃啊 真的他喜欢海南那个生活了 先来看一下啊 烤猪颜色已经变了吗 嗯 它慢慢来慢慢来 哦 冒了好多油啊 嗯 这是花生油 花生油啊 这么少 对 你这个发明那个小工具比较好 嗯 我在海口看它都是把猪拿下来 那个没有你这个方面 对 这个值得推广 嗯 这个就是慢慢摇比较累啊 对啊 要是有机器就好了 嗯 要是有机器就好了 来看看这个油脂啊 油亮啊 漂亮啊 黑猪啊 嗯 黑猪 有机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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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边看烤乳猪一边看它后面这个风景 这个是甘蔗啊 它这应该是甘蔗岭啊还是种甘蔗的地方 来看一下 这真的是太美了 是被风挂到的甘蔗 漂亮漂亮 海岚真的是太美了啊 海岚 海南啊 我这个前面跟后面是不丰的 唯一的缺点啊 海岚就是这个小虫子特别多 啊 这边风景有多美 它这个小虫子咬人就多疼 这个蚂蚁啊 我这个被咬得疼死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烤乳猪 应该快好了 你们那边小蚂蚁特别毒是吧 咬得红身疼死了 咬上来很痒 哎我们在外面就闻到香味了 快好了吗 快好了 哎呀看一下 棕红色啊 这个颜色啊漂亮 看着就脆啊 你看啊上面呲呲冒油 这个小孔就刚才扎的 正正飘香 正正飘香 哎呀 你看这个月亮相当的美丽 虽然是中午啊 你看 这个车也停的满满的 所以还是非常好的 中午要烤三头小卤猪 我们点了一份烤乳猪 一斤啊 然后还有一斤白蟹鹅 这一斤好像挺多的啊 三菜一汤啊 这个是冬瓜 这个我们那边叫文革啊 三菜一汤啊 今天我们简简单单 我又搞了点白糖啊 你们猜这个是干嘛用的 咱们卖个关子 先尝尝他们这个烤乳猪啊 皮看着脆不脆 最好吃的就是这种东西啊 嘎嘣脆 确实是香啊 去买烤乳猪 如果有选择的话 全买皮 太好吃了啊 再尝一块 冻手了 还是吃皮啊 这个肉啊 上面还是有点油脂的啊 看吃起来 这个油全部被烤的脱掉了啊 蘸料啊 我来点我来点 这个是 这个是蘸烤猪的啊 加点啊 然后这个是 酱油是蘸鹅的是吧 这个酱油 这个辣椒 什么都在那里啊 我来蘸点 弄点酱油 我们就点了一个白鲜鹅 好 不用了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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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吧 我来大家蘸蘸 用那个烤乳猪啊 蘸点这个 他们配的这个蘸料啊 配完以后啊 蘸完以后啊 蘸完以后啊 特别爽口 是不是叫什么冰花酸梅酱啊 甜甜的啊 它就是蘸少辣那个酱啊 来尝尝他们 海兰的鹅啊 白切的啊 蘸酱油 它也是老鹅啊 鹅肉很韧 刚才你们看到我打了白糖是吧啊 这两天在评论区 很多人跟我讲烤乳猪蘸白糖 是最顶级的吃法 我们还没试啊 我来试试 挑一块 挑一块肥一点的啊 我来蘸白糖吃吃 多蘸点啊 多蘸点啊 哇 打开了一扇门啊 真的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再来一块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实名之推荐 烤乳猪以后要蘸糖 太棒了 不顾吃相了啊 非常的哇塞 国内最黑最黑的黑暗料理 大理白族生皮 猪肉烧好皮生着吃 你切的这个生皮是多少钱一斤啊 四四元一九 四四元一九 生皮有兄弟们吃过吗 一个小小的市场 几十家卖生皮的 哇 这头猪漂亮 烧的去黑 整个市场最亮的仔 大哥一边卖肉 一边吃生皮 生皮可以切成丝 也可以切成片 小姐姐都是生刀手 这是生肉也是生吃的 你尝一下 这个炒出来 哦 云南人是真热情 生皮 说实话啊 我们来这个市场 一大早就过来了 转了半天 就不太敢去尝试 哎呀 兄弟们 你们先吃 是不是有消费啊 特别香 嗯 来云南的盖子天啊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琳琅满目 到中午了 这个市场就相当热闹了啊 看看这个炸的是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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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啥 油炸很啥 你们家这个为什么比别家烧的黑啊 我们就炒烧 我们就炒烧 倒炒烧 哦 这是倒炒烧的 这不觉得它是热活的 没有烧得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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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ghetti 阿姨这个好吃吗 好吃 很酒迷的 我们咋就 对吧 我们去买稻草烧的这家 号称云兰最好 大哥你这个生皮多少钱一斤 我一刀一刀的 20元一斤 要好一点的50元一斤 全皮多少钱一斤 全皮50元 给我们搞一斤 他这个可以啊 稻草烧的 大哥非常自信 我自信得很 自信得很 云南没有比你烧的更好的 这故事那时候没有接个人 20块钱 稻草烧的香是吧 香 你少割点肉就要皮 我知道 你看我现在我给你打折一下 好好好好好 多少钱 多少 要75元 买好的生皮市场里就会有大排档帮加工 全是神刀手啊 生皮 生肉 这个是拼碟 白族 特色美食 白族特色美食 白族特色美食 还得了 加加加爆满 桌桌都有生皮 吃生肉一定要配炸料是吧 配炸料 当然口感好啊 没有炸料不好吃 不好吃 有些可以习惯吃 有些不喜欢吃 好嘞 我们待会啊 第一口不蘸炸料 吃就吃点野的 来来来来 我还是哎 有点又期待又忐忑啊 这是我们买的好的那个稻草烧的生皮啊 猪大哥的体味 还是得蘸还是得蘸啊 其实是大部分是熟了 这个皮啊 这一块 这一块 就在每个地方都要体会一下啊 因为我们没吃过 第一次吃 你第一次就不可能去习惯 是不是 这边哇 一个市场 看那边 全是人的 这么多人喜欢 这么多云烂人喜欢 代表他在本地 他也是个美味 来来来来来来 再向前 进一步 深入 这个我们蘸一下吧 不建议云南以外的人在家里尝试啊 生肉倒没有太多的一位 因为我蘸了一半 有一半没有蘸啊 现在我应该是我们村 第一个吃过大理生皮的啊 来再搞点 搞嘛 牛扁都吃过了 还怕这个 是不是啊 哎呀 大理白族特色美食 你们是不是看着都心慌啊 来大理旅游的朋友们啊 如果你口味重 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叫阿园沙巴街赶该天 每逢礼拜三 听哦 但是, πά